有个老父亲哈,他是93岁了,一年93岁,是大官的大官,是不是? 对 然后,然后他是当领导的,就是执政一辈子了,他又不幸福了 当我去年之前要回去,我就要跟他念,都要清楚他分靠 他也念不出来,我说好奇迹的 后来心上就长那种老年性的那个带人家什么,就整个灰心肿呀,手肿的好,好大 我全都整理不得了,手心上就使用水套,套你水套,我就指着,他那会压我,准备的也有,面小房子 我就指,同学我能不能给我父亲坐这些,他就告诉我,没有怎么做 然后,还指那个,跟关系下指线,我指一千三张小房子,一千三张小房子,就面了几个床,我指一千三张小房子,就面了几个床,一千二千,那手机就平了,你水套就下去了 你看了吧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我第一个给他去洗澡,混成白色星期里,他相信了吧 他相信了吧 他相信了吧 我感动了就哭啊,我说爸,我最后去念关系音菩萨圣号的,我就教他,大区大匹,救护俱乐,我都说救护俱乐,他说不出来,就是大区大匹,关系音菩萨,他也做我学习下,标准的男主人员呀,说的可好听了 你就叫他念大匹大匹,关系音菩萨就可以了,没关系 然后现在就念了两年的生意,他体系不及嘛 然后现在那个总是梦见那些不好的,床上孩子梦见那口吐,他是一直搬过兵的 然后梦见很多 真的要赶快念小房子 热梦的心情,经常吓得心情,这事就摸摸摸摸摸,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的 然后去年去年我回去,去年我回去就去看厨媳,看我爸爸 然后我就把您说的那个,大杯酒,24小时放着,放着,从卧室里边24小时 放了以后,全部弄好了以后,他再也没有热梦了 看见了吗 所以我就发喜充满他 发喜就像他整个发喜第二天的梦当 会和一个老太太 坐在连伐来给她治病 可能是关西民主教的地方 肯定的 肯定的 像她这种 像她这种 一定跟天上有关系的 然后在梦见 很多很多发誓 就像那世民 他们也见过 好高大好高大 她用力啊 那么高的人 她就捏了你腿 我想可能是你吧 然后梦见 好梦见特别多 经常梦见 还梦见你说 也参加发明 我吃辣叫吃辣叫 排着队 给她核识 晚上我爸就说 给她敬礼 我说什么敬礼啊 她在心前核识 我说那不是敬礼 那是核识 我爸爸就说 我也平处自尽了 我也给她们核识 经常有这种梦想 穿的那一位 昨天我还打电话 我爸爸又带我 回报她的梦想 穿的可好 那个量啊 人也高大 因为说没办法羞扬 我就是像皇帝穿的那种心思的 这就是 我爸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啊 我说是举例她嘛 对对对 然后今年在家的时候 她就 然后还有什么 她说你们看得见吗 我说她看的一些东西 我都看不见 我说得不好 然后有时叫她 请了吃饭 她还说起来 她的眼前 一幕一幕在墙上 写出那个经文 黄色的经文 好几次 说你们还看不见吗 我师父还在呢 我说看不见 一本里寄出一两个字告诉我 然后有一次她又看到我过去了 她就寄出一个相信的信 还有一个结果的语 然后就没有了 经常人的经文在墙上有个显化 哎呀 哎呀 所以我就跟你说 凡是 凡是一生比较有成就的人 跟她自己在天上过去 一定有关系的 所以她只要一信佛 很快就会得到某个人的加持 你听得懂吗 她经常会梦到 然后还会梦到那些什么 一棵树的树上长了几千树花 那个花的个泡量 她谁也属不清啊 然后现在 有时三十几年 以前经常好得不得了 一下子现在回忆起来 我的奶奶也是 你关心不大 你知道的 她都知道 以前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这一趟就说了 她就真厉害 就是中太师太 说爸爸你在看什么 咱们家也送个河吧 你别教她了 没教她呀 感动啊 好努力 这个就是有缘啊 有缘分啊 明白了吗 然后我就跟关心一趟体验了 给她送九十三张小房子 生意天完成 然后又给她念礼会 现在给她念阿弥陀平 一天一遍可以吧 师傅 可以 她年纪到了吗 可以给她念 然后圣无量寿 提醒关娘头的女 可以 可以 可以